材料清单,面粉500克,水第一次加水500克,醒后第二次加水380克,摆进24凉鱼螺螺,淘宝有卖,熟食用油,少取,油锅辣子,质量,盐质量,克加克不加,500克面加500克水,慢慢加水慢慢搅拌,搅拌到这种状态就不要再去搅拌了,过度搅拌会几斤搅好性15分钟,这样面糊里的疙瘩,自然。 就会溶开,然后放另外380克水,慢慢一点一点,边加边搅拌加斑半,直到水加完面糊细腻无疙瘩,搅拌好的面糊就是这种状态,机器倒落,可以刮成一条线,如果你实在没搅拌顺滑的话,那就过一下是炭鲜饼,你同样是用甜面,那不准合面糊,螺螺刷油,平底锅加水烧炭,平底锅要比螺螺大一些没有大平底锅的,可以用像打口径的炒菜, 这是我老婆妈用了几十年的一个平底锅,中间搬了几次家都带着,此锅已经备用的比任何不粘锅还好有,螺螺领倒入适量面糊后,提起转转于面糊的多少决定两皮的后果拧来决定,放入滚开水的平底锅中,大概一分钟看底部烧伤明糊后,再次转动螺螺把上面的面糊,转的后果更均于一些胶盖蒸制, 将盖蒸到起泡就熟了大火,需要差不多五分钟看状态别看时间,把螺螺整体放入装有凉水的盆子里冰整,凉透取出摊在案板或竹地上,我一般不用再刷油也不会粘连,你也可以已经刷一层熟油两个螺螺,如此反复,一会就全部蒸完了,切条切块随个人口味, 我本人,比较喜欢切成菱形大块直接的时候,记得到暖水再切,OK,小贴是凉皮料汁,耐热容器内放入适量蒜泥,盖辣椒板,咸,芝麻,热油油,泼搅拌均匀,倒入香醋,生抽,香油和适量水搅拌均匀,喜欢吃芝麻酱的,可以水调适量芝麻酱,就可以了配菜,根据自己喜好,绿豆芽,黄瓜丝的,都是标配